我们前面说了古,这个倒过来,就是随挂 那个是不好的父母,这个就是好的父母 实际上这个应该排在前头 高兴,然后顺随,跟从,然后就变成古,出问题了 这个怎么就好了呢? 天也当位,地也当位 就是天时地利全都占了 但是人不合,人是相反的 我们就从这个角度说一下 一个挂有很多角度,都可以解 不管哪一个角度都可以策划 那整体上都是一样的 首先,就比如说这个随,它指的是故也 这个故这个字呢,故事的故 又可以代表过去的人事 可以是缘故,原因 故而怎么怎么样,也可以是所以 但是不管哪一个,我们都可以归到一起 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大的环境非常好 没有什么过去,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整体这个寓意 整体这个寓意 所以一个字 它有很多种意思 现在人搞的,不知道怎么好 它的原本这一个字 它就蕴含了很多 皈依之后就是它 所以说圆横立真无救 只有钱挂有这个圆横立真的美德 而这个下家就行 那行,真的行吗? 说 圆横立真就没有问题 是吧?但是你真的会顺从吗? 会跟从这个天地吗? 这个其中已经有变化了 所以说 人 是小的变,它不影响大局 那初九 一上来就当官了 又改变这个途径 是非常好的,出门交友工 我出生在这个家庭 我们从这来解释 就这种好命 就有当官的命 过去仕途就是最高的一个追求 只有到九五才有工 而他初遥 咕咕追递就含着金钥匙 就可以 各种的出门 各种环境配合吧 都给你打点好了 到哪不是问题 六二六三我们一起看 这个系小子是丈夫 一个是 系丈夫是小子 因他要跟随羊的 系小子就是说他挨着这个羊进 他就从了他来 而实际上他应该从六 所以说 这个也代表物质 这种安逸的环境下 你难免就缺乏斗志 所以说 往往物质化了 没有那种精神欠缺了 而六三 虽然他是阴 而且不当位 但是 他更接近天 整体我们说上两是代表天 下两代表地 但是整个上三个下三个也是分别天地 他 他 跟随他就有所得 但是呢 告诉你还是立于安分守己 因为你本来是应该养的 自己拿主见的 但是 你阴了 你懒惰 你这个 所以 九四呢 有所得 因为大的环境嘛 但是 不利于 最后的结果 因为你过分的 追求 有点造次 作为人 你 应该当位的 不当位 但是 又能怎么样呢 还是没有大问题 这种大环境下 九五 在军委 那没什么可说的 好 九六 上六 这个 就是我祭祀 我 追寻先祖 我享受 就可以了